孫慧雪上星期終於射貨 彈下9磅重的小孩子 開始坐月生涯 為奶換片 然後瘋狂吃飯飲湯水 不過他亦不忘分享他的坐月日試 日前他上載了一張粉紅色藥丸的照片留言說 我的胎盤製成粉紅色藥丸補身 令到一眾網友都覺得很驚訝 我們就這件事訪問孫慧雪 他就分享說 原來胎盤膠囊 在外國是非常流行的 他說其實上一胎生完的時候 主陳醫生都有問他 留不留胎盤 當時他就覺得留來都沒什麼用 之後他奶奶又問他有沒有留胎盤 原來他老公的姐姐在美國那邊住 那裡的人會留胎盤磨成藥粉做膠囊 產婦就會吃回來補身 所以這胎他就有概念了 但原來香港真的比較少人留 遲帶血公司說著都要百萬元儲存費 真是比較貴啊 所以這次是單純的 你得知呢 我得知了 你得知了